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将圣经打开到约翰福音15章 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来看这个荣耀的福就是我们的栽培人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就看耶稣他是葡萄汁 我们要如果有时间的话 看到更多大的画面是关系到列国和以色列的 父啊 谢谢祢的同在今天晚上 父 谢谢祢 通过祢儿子耶稣的死 我们能够与祢联合 就是祢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 父啊 我们求祢 就是这个住在耶基督里面的 约翰福音13章17章的这个恩高加给我们 祢来搅动我们的里面的心 就是给我们一个教导的一个恩高赐给我们 就是点亮我们的思想 谢谢祢圣灵 主 祢打开我们的心 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对祢的律法打开 你看到律法的奇妙 谢谢祢 你的儿子就要如明日之星一样 要升起 就是那很荣耀的一个公义的一个耶稣 就是来触 现在就来触摸我们里面的情感 点亮我们的心 来荣耀你儿子耶稣 奉耶稣给你阿们 约翰福音15章第一节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说得很清楚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要讲一讲 就是这荣耀的父 他是这位栽培的人 或者是葡萄园园主 或者园丁 罗马数字一 是 我们需要有一个对父的一个启示 我们现在有 我们现在很需要圣灵 向我们的心做一些启示 就看到这个荣美伟大的 这位父到底是谁 经文里面有很多内容讲到 父是一位什么样的父 这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力量 就是在教会里面 只要当教会的心向耶稣降服的时候 就像约翰福音13章17章里面说 我已经向你的名启示给他们 还有更多启示他们 就是耶稣就是很渴望的 要将父的启示要给我们 还有一个是 重要的一个先锋的信息 主要是关注在 是圣灵强调的东西 就是将末世的这个父对末世的启示 来带给百姓 现在有个极大的需要 也需要个极大的一个理解 需要圣灵启示我们 这是于谁 是这位父 这位父想要什么 是关于他的是什么 当时间试过一年 一月一日过去之后 会有这个荣耀 父的这个荣耀的一个首先性 就是在启示出来 是通过他的百姓们 来传扬开来 弊典 耶稣就是在约翰福音13到17章 他一个主要的一个描述 就是要将他的门徒 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信徒 要对父的这个认知 要更多的理解 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看见 就是父到底是谁 这样我们可以认识他 可以与他互动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自信的 与他互动 因为我们是接受了一个父这样的心 一个作为父亲的身份 以及一个领袖的身份 他装备我们的心 如何将我们的心 跟耶稣 以及跟父之间的亲密关系 建立 可以自信的来相信 就是他们对我们的带领 就是怎么样获得这个自信呢 就是在约翰福音13到17当中 与耶稣 与父的这个互动之中 建立自信 对父的这个荣耀的这个理解呢 是一个是我们的 我们信仰信心的中心 我们前面花一点时间 再花一点讲解 就是对父的这个理解 就好像 就是跟好像很独立的 就是说对父的理解是个信心 好像他不是分开的 你认识就好了 而是这是一个核心 我们信心的核心 以及是耶稣 一个首要的 根据约翰福音1317章 是耶稣 是装备教会怎么样行出 第一诫命的一个首要的任务 就是启示父 他对父说 你已经起 他说我要向他们 歧视你的名 他说我还要再启示 也就是说 之前已经启示过了 现在还要再启示 将来也要再启示 我相信 就是未来的日子里面 他总是要来宣告 要启示 在展开父是什么样的父 就告诉我们 因为这样做 他说我这样做之后 就是你爱我的爱 可以在他们里面 这个方式就是要 怎么样是第一诫命 在我们里面成长 就是我们的心 要向神的这个事工降伏 而且就是要通过 通过这父是 为什么样的父 使我们的心被打开 不幸的是 很多方式 大多数人认为 这位父就是旧约的这个父 因为在旧约当中的父 跟新约的父是同一位神 他没有就是因为十字架之后 他的情感发生了变化 他是昨天今天将来的神 但是很多人的思想就是 所定在一个旧约的愤 是旧约的愤怒的神 新约当中是个爱的神 然后他就很难 他们忘记了 十三到十七章 他就忘记了说是 实际上是父爱 父爱世界 所以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 所以要增长里面对父的这个认识 是帮助我们实行第一诫命的重点 事实上 约翰福音当中门徒 十四章的时候 门徒问耶稣说 他说你向我显明你的父 那耶稣说 他说如果你看见 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 西伯来书二章十二节 在西伯来书中引用的 是引用的十诗篇二十二篇 他里面 他在里面就是启示父 我相信百万年之后 耶稣还要不断的靠着圣灵 要启示 就是与父互动之间 对父的启示来启示我们 在启示录当中 启示录也是关于父的 他是对基督耶稣的启示 基督说 你如果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C点 父的启示是撒旦在旷野 攻击耶稣的主要焦点 他是他的儿子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是被攻击 是自己的身份上被攻击 就是他作为一个人 他被攻击的是他与父的这个关系被攻击 所以我想未来被展开的圣灵要做的 就是他要大量的重点的强调 预据理解我们就是父的属性 在启示录当中 我们相信 父的这个法 他讲到的是这位隐藏的这个计划 就是在父的里面 在旧约当中的先知没有办法理解的 在一段时间就是无法理解是神的儿子 要降生 然后他们的嘴要说出来 然后我们相信 这部分的秘密就是 就要启示这位父 这位父就是 是耶稣基督 他是一位审判官 救赎者等等等等 他讲到了父 又旧约当中提到了很多种 但很多时候 旧约当中提到的父 他讲到的是 就是他是一个创造 创造者 然后 法师至高无上的神 将以色列带出埃及 是他没有成国 或者是父呢 就是与这个 与盟约有关 但是在一个 旧约当中对父的这个歧视 以及在新约当中 赋予我们的盟约的关系 是一个 两个很不相同的一个事实 父是怎么样 向我们启示 他是那位父呢 在新约当中 所以在旧约当中的 新约当中讲到 西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 讲到说 神记在古时 几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鱼猎主 就是现在呢 他就是通过耶稣 来告诉我们他是谁 所以当启示 对基督的启示 对耶稣的启示 就如闪电一样 他是一个最后的 最终的一个决定者 就是从 他都是通过他的父启示我们的 在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十章 他说 父啊 谢谢你 他说 你将那些奥秘启示 像一些 像孩子 像 对那些智慧的人隐藏 像我们却启示 没有人 没有人可能认识 认识父 不痛过耶稣 就不认识 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父我的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 除了子所 子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所以目的就是要认识这个父 而且是经历父 而且是与父同工 使与父 与父 与父 这位父 有一个很深的 一个亲密的关系 第二 必点讲的是 有件事情发生的是 不只是 他好像是 跟基督有关 而且 他而且是 又把医治推到了一边 对不对 你知道那些被受伤的那部分人 需要知道父是谁 其他人是不需要的 好像 但是对父的启示 是一个完全的 是圣洁的 是至高无上的 是远超过 就是 就像耶稣所说的 我已经启示了 我要继续再启示 所以 它是一个很纯洁的一个中心的 这是影响我们的情绪和情感 而且会带给我们医治 还不止如此 而且是透明的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关系 父的心 他是很 伟大的 父的心 这里讲到是 就是他大到什么呢 大到地上的身父所创造的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恶 还要大 也就是说 父的启示呢 使他们 他感觉到 那个地上的这个疼痛 是这是巨大的 地上的这个破碎的世界神大的 可是 父呢 就是要产生什么 就是 死要 是这个恢复 作为这个结果 这父可能做什么 一个是 一个是 就是 就是 当他们在极大的困难当中 你会知道说 他们需要父的启示 或者有一些人 就是想到就是 就是如果是在地上的生活 这个父很好 有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 他们不 因为地上的父对他的满足 所以他就不需要天上的父对他的满足 可是实际上是 对父的这个理解 使我们 更深的 知道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父的启示 因为他会转变我们的情感 是因为耶稣将福音带来 他要做的 他掩饰 他就掩饰了一个父的形象 他是说他是花代价的 将一切就指向父 所以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理解上 要把这个父的理解要放在正中心 而且同时 很重要的是 就是像这种治疗方法一样的 就是医治 我们就是神的这个柔软 父的柔软 父的心还不止如此 就是实际上是 填补了 填补了我们里面 或者里面的对父的错误的理解 耶稣 路加福音十一章 我们讲到 他说 你 他说 你们虽然拨好 尚且拿好东西给父母 给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 在他 耶稣与神的这关系上 以及是在耶稣的使命上 就是一个先锋的 这个耶稣这样的关系 他就把与父的关系摆在第一位 是超过一切的 当他说到自己的使命的时候 他就宣告 他去解释 他去启示 这位天父 所以在 约翰福音十七章 第一节里 他祷告的时候说 父啊 时候到了 说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到了 已经在眼前了 他说 将父在舞台上 来演示出来 那就是我的荣耀 实际上是你的荣耀 以福所书 十七章 我们在阿哈巴常常有 常常祷告的 这并不是负面的 大多数时候 当那样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要问耶稣的启示 但是这个信息里面 实际上讲的是 是对父的启示 这是保罗所要求的 他对以福所 他说要 他想要使以福所的教会 增长对父的认识 他就知道父的计划 父的目的 父的产业等等 当然 启示耶稣师父 是 我简单的讲一点 就是要强强调 就是 耶稣 就是保罗看到 原来这个对父的启示 远超过了一切 而且这个启示是成为 医治他们的一个方法 保罗说 耶稣他会再来 他会在地上掌权 直到一切 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二十八节 他说万物既服了他 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 叫万物服他的 叫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王 为万物之主 讲到父是栽培人 第二页 冤福音十五章 一节里面讲到 耶稣宣告说 他是葡萄树 那他的 也就宣布了他的身份 是在父的领导之下 这是他的位置 父是葡萄园的栽种的人 父他是栽培人 他就决定了 决定了他的儿子 成为葡萄树这个资源 成为被救赎资源的一个计划 是他唯一的决定者 是这样我们才可以经历到 他的同在 他的恩典 他的灵明 是通过我们与葡萄树的连接得到的 币典 父作为葡萄的栽培人 而且是约翰福音十三到十七章中 对父的唯一的描述 他讲到了很多 但是对父的描述是唯一的一处 这约翰福音十三到十七整个过程里面 约翰福音十三章 这里面有个要求 耶稣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如同他爱我们一样 约翰福音十七章 是个终点 是我们的命定 是教会要进入那样的命定 是约翰福音十七章 当耶稣启示父是栽培人的时候 我想他是要让我们看见 整个十三章到十七章的整个过程 父的这个领导的地位 就是他是通过像一个栽培人一样 像我们显现 我们被邀请来看一看这些经文 使我们有看见 更多的看见父是什么样的父 提摩泰二书讲到 他讲到士兵 他讲到农夫 他讲到说这些事情 你要默想这些事 求神给你更多的启示 这就是他说我父是栽培人 这样我们就被邀请 要默想这样的一个真理 与父 就是根据这个真理与父 互动 谢谢你 你说父啊谢谢你 你是个园丁你是栽培人 求你向我启示更多 我说 就求神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这里有一点点 这里会有一点讲到园丁的特点 我就说 哇是不是我有个绿手指 但是我没有 园丁 它的一些特点 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是 它要求 它要求 泥土 泥土 种子 以及是植物 蔬菜 那这个栽培人 或者原地 实际上 就是那个用手操作的人 他要自己来触 触摸这个泥土 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关系 小一项 这个栽培人 其实是一个谦卑的人 因为他要蹲下来 很个性化的与泥土 要手碰泥土 然后去修剪我们 然后里面也充满 要充满爱和喜乐 使这些种子一直植到一个成熟 这个园丁的特点 我也放了一个 讲义当中放了一个链接 有几个园丁的特点 就是他要有耐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不了园丁 因为需要极大的耐心 我记得 你们可能知道 我们在学校 有时候他有讲到一些植物 在生化课上 生物课上 我的植物就死了 因为我没有耐心 但是我记得第一次 我决定 我开始要耐心下来 然后发现 发现我的种子 居然发芽了 太令人惊奇了 所以第一是耐心 第二是要有决定 做决定 所以父 他作为栽培人 他是耐心的 他是专注的 而且他是会做决定的 还有一个是原定你要有希望 他会很自信说 是的,这个就可以成长 这个父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很有信心 他看我们就是这样的 他是抚养我们 来发展我们 帮助我们 来栽培我们 还有是 这个父呢 因为与这个自然的一个互动 这个园丁 互动就是 栽培各种东西的时候 他就需要是善良的 而且他是很有技巧 他知道这个泥土 他理解泥土 了解泥土 了解种子 了解植物 第一点 好的栽培的人 他要 这关于植物的土壤 是有丰富的知识 当耶稣说 父是在陪的人 他说到 父是对我们 这位天父对我们的情感的框架 的方式 他有身体 是有深刻的了解的 他完全的知道 他说 我行路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所 我一切所行的 就是熟悉之道 一切所行的 我们的 关于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思想 他非常清晰 有时候我们很疯狂的时候 他也理解我们的整个思路的过程 他非常清晰 他也知道我们的一些模式 我们思想模式 感觉的模式 行为的模式等等 他非常清晰 非常熟悉 而且他与我们互动 他带领我们 来修剪我们 来训练我们 诗篇103篇14节 他说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 不过是尘土 这里讲到我们的情感 他理解我们自己 他知道我们有多大的 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他都知道 路加福音12章7节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算过了 这就是他知道我们所有的细节 我们的身体 我们身体的每一处 所以他是 而且 树木都数算过了 你的头发树木 有些人说我们头上大约有十万根 十万根头发 神都数算过了 一点 一个神圣的一个栽培人的目标是什么 他是通过修剪的过程 要产生出 就是 通过他的子民呢 就是将神 产生出神的爱 就是 在里面要生出 这个神的爱 而且是对神 也对人 这是神 圆钉就是栽培的人 他来寻求培养一个成熟的追随者 他们完全致力于他的领导 这为他就带来了荣耀 因为彰显了父的荣耀 约福音十五章二节说 他说 他说凡多结果子的 我父就因此得了荣耀 所以你们要做我的门徒 所以他是一个葡萄园的栽培人 他修剪他拿走 对那些坦掉不结果子的 是为了带给父荣耀 F点 父通过整个园艺的过程 引导我们进入一个 完全的喜乐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他说 父在培养我们 他与我们亲密的互动 他就来修剪我们 在修剪发生的时候 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环境来修剪我们 通过我们的环境 他知道怎么样来管理我们 带领我们 他的目的 是就是将我们 是让 这目的是我们产生出更多神的爱 而且是在我们里面 神的爱可以表达出来 对边上边上的人来表达出来 约翰福音15章的这个过程 是 就是我们住在他的里面 就可以多结果子 所以他讲到这个多结果子 有好几处经文 可是之后也说到说 住在我的里面有遵守我诫命的 我们发现说 这个我们结出的果子 实际上是通过守他的诫命 在过几节 几节之后他说 这是我的我的命令 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他说这个 这个在陪的人 他在寻求培养我们 训练我们 这个修剪的整个过程 使我们可以经历更多神的爱 是因为神的爱 在我们里面形成 又通过 通过我们向边上的人 传递出来 这根本的目的是要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喜乐可以充满 我们要回应神的这个 遵守神的这个带领 就是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 耶稣在约翰福音 15章1节里面讲到 我是真葡萄树 父是栽培的人 要花一点时间 讲讲耶稣是葡萄树 里面是有几层的意思 一个是与我们个人的生活相关 但要记得 是耶稣他是弥赛亚 他不是为我们个人来 他来是为了以色列来 他要将救赎带给以色列 使他们重建 要使以色列完全的进入神的应许 他应许 以赛亚书27章 当耶稣宣告他们自己 他自己是真葡萄树的时候 里面有几层的 有几层 这个真理有很多层次 看上去他是真葡萄树 他 这样就是 与以色列 这个悖逆的一个葡萄 是个产生对皮 因为他没有结出好果子 就像以赛亚书说的上 他而且是结出野果子来 因为他们没有顺服 这个园丁的带领 所以当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相信 这是他的真理里面是充满希望的 而且是对恩典的一个应许 这样已进入天父所计划的一个 一个丰盛的一个世界 这是天父对以色列的应许 这是父的渴望 就是要在全地 他要充满他的能力 但是他对亚伯拉罕说过 他说 他说他要祝福地上所有的国家 他呼召亚伯拉罕就是这个目的 是要祝福地上所有国家 币典 葡萄园在古代的世界是很常见的 主提到以色列是一个葡萄园 说明他的目标呢 是要看到他得到供应和繁荣 以及成为一个充满大喜乐的一个社会 那这个目标超过了以色列 就是他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例子 看以色列 包括以西节十五章 以色列二十七章 这是主要的经文 他讲到以色列他是葡萄园 他没有解出神要他们解出的果子 他们是有能力解出神要结的果子 但他没有解出来 所以耶稣他说 所以耶稣他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是真以色列 这样我要带领以色列 要进入父所应许的 我们也看到说 以色列要成为 葡萄园是超过葡萄园 而且是要扩展到地上的所有国家 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二节 主对先知说 他说看看这个结果的葡萄园 他讲到的是以色列的未来 主他说 我相信他是 他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必时刻浇灌 昼夜看守 他是特意的 去加入专注的看着葡萄园 他说我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必时刻浇灌 你可以看到 约翰15章也是讲到 约翰15章是对我们个人直接说话 他说到葡萄园我是栽培人 他说我是时刻看守你的 而且我是时刻浇灌你的 我是昼夜看守的 免得有人损害 但是第六节 他说将来 将来雅各要扎根 雅各要成为 成为一个葡萄园 以色列 要发芽开花 他们的果实 必充满世界 这是神想要这个葡萄园 他可以建立以色列 他的目标是 是这个葡萄园很丰盛 丰盛到一个地步 要充满全地 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都成为葡萄园 约翰福音15章 第一节 是一个 是很有 能力的 就是对米赛亚信徒说的话 因为以色列 作为葡萄园 他是失败的 他没有办法 结出果子 没有办法 结出神要结的果子 所以列国 没有得到祝福 所以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父是栽培人 如果你住在我里面 以色列你就会结果子 如果你住在我 你个人住在我里面 你也结出果子来 以色列你住在我里面的话 你就结果子 如果列国都住在我里面 你们列国都结果子 这样你就会喜乐 就喜乐满足 约翰福音15章11节 你的喜乐就满足 约翰福音15章 是通过个人 门徒训练来正确去理解的 就是我们个人的关注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 是非常正确的 主要的应用 但不止如此 是弥赛亚他讲到的是以色列的 就是未来以色列是领袖 他要充满就是神要对以色列所做的 就是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他就宣告他说我是以色列的盼望 我是那一位要是以色列书 第五章讲到的葡萄园 我要带出这样的葡萄园 我会结出果子来 也且实习了满足 是个人的 是个人的应用 已经是一个 而且是对以色列的一个应用 同时他还有末世论的应用 耶稣宣称他是真正的葡萄树 是与以色列的葡萄园形成对比 第一点 敬拜团请上来 以赛亚书 第五章和以赛亚书 以及希杰书15章中 以色列呢就描述了一个 是一个 是神与以色列的一个盟约的承诺 神也会 管教以色列 是最后是为了全地 都能够得救 以赛亚书15 以西节15章 就说作为 是葡萄园 他是面临着神的审判 是因为他们没有 以色列没有办法回应 以色列的神 是他们 神要带他们进入 与神的盟约关系 我们看到 以西节15章和以色列15章 里面讲到就是说 以色列他没有办法顺服 这就是一个人类 就是人类 整个人类也是一样处在了难之境 就是除非你我们同意父的带领 同意这位栽培人 我们唯一能够结出果子的就是 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他给我们一个生命的这个能力 触摸我们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结出他想要我们结出的果子 耶稣他是真以色列 他通过以色列人 以色列民族将通过他继承 全部的圣经的应许 以色列将要住在耶稣这棵真葡萄树里 好 大家请站立 我们一个祷告就是 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 就是主啊 向我启示这位父 用这个经文去祷告 我们觉得这里面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将 我觉得父就是将指头指在你们中间的一些人 他说 父要启示他们自己 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像这个父一样 或像一个吸尘器一样 就把你们吸在父的前面 我们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做到 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对父的这个启示 我们就没有办法里面 有更多的活出神的爱 父 他说 父是在约翰福音讲到 父是最多的地方 是里面是 我们怎么样理解他的爱 他对父的感觉 耶稣的感觉是什么 对他的百姓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看着 看着这位神 神的爱 是超 保罗以福所书三章说 这个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 因为他的爱的长阔和高深 我们都无法理解 父想要我们 在我们心里面 重新印个印记 就是一个神的这个 父的这位圣洁的这个爱 还要带我们进入 不只是要抑制我们的心 还要进入就是一个就是父爱子的那个爱里面 带我们进入这父对他子民的爱里面 带我们进入父对世界的这爱里面 就是他为了这世界 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 通过福音里面我们知道 这样是他的百姓都会进入父的里面 父啊我要奉耶稣的名求 主 我求你来现在就是来彰显 彰显你的灵 我们现在就站在神的面前说 父啊将父显示给我们 将父显给我们看 就关注在神的身上 我们讲到了父的灵 这信约当中真父亲 以及是使徒对父的这位理解 除非 我们要我们看到 我们与生父之间的这个 跨度 我们有很大的需要 我们需要父的启示 因为生父地上的父亲 与天上的父亲 有极大的跨度 他是一个仁慈的神 他说 他说坐在这个天上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可以理解 父的仁慈慈爱 父对这个子的慈爱 他就对我们如此慈爱 就是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就是他是丰盛的仁慈的 这真的是未来的时候 神要更多的启示 祂是丰盛的 因为祂是为耶稣作鉴的 父,我现在就求来唤醒 我们就是 是父这个 我们被 我们被领养进 收养在父的家里面的这个灵 主,你来启示这位父 通过耶稣来启示父 来更多的启示父的名 现在就来启示这父的名 现在就启示 将他的名显给我们看 将父显给我们看 现在就来触摸我们 祝你来增加你的同在 我们先不要急 我们先不要急 我们来等候一下 等候一下神 主,我们要更多 更多 耶稣,你是那位灵 你就 你享受于父的同在 你来启示我们 靠你的灵来启示给我们 就是智慧和启示 主啊,点亮我们的思想 让你父的名得到更多的启示 这个真葡萄 被你的圣灵启示 这位真葡萄树 使我们能够真理解 更多认识你 更好的认识你 我们更理解你的方式 我们赞同父的这个祷告 这是在你眼里 是看为美好和宝贵的 使你的名显为大 你的名显为大 现在就来显明 直接释放那个火 让我们里面有看见 我们现在 就以耶稣的宝血来宣告 那个 控告者 对我们撒谎 对你的良善的撒谎 我要命令耶稣的保 我奉耶稣的名 耶稣的宝血 要封住控告者的口 你是良善的 你的慈爱之道永远 父啊 你是良善的 你仁爱 你的慈爱恩惠 你知道我们的本体 就像父 对孩子的热情 和怜悯一样 你知道我们的本体 你知道我们不过是程度 主啊 你向我们来显明你的慈爱 你的仁慈 像你的明显为大 将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心就发生转变 让我们读到你 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你的时候 就改变我们的心 圣灵 你持续来 不断的建立 不断的增强 这位父 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的思想中 圣灵呼求阿爸父 阿爸我们在这里 我们是属于你的 阿爸 父啊 阿爸我们属于你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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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感到神的灵 在你们 以特别的方式 在你们身上 你们想要 要被祷告的话 我要请你到前面来 主现在在触摸一些人 让我们再继续来等候神 亲爱的 这是 是神要唤醒我们 对第一诫命的一个策略 就是启示 这位父亲 圣灵来 现在就来启示 这位父 你们站在那里 就持续的与神互动 预言福音十四章九节 说父啊 显明给我们看 这样我们就蛮知足了 是的 父 会医治 会吸引我们 还不止如此 不止医治你 医治你 对地上父亲的认识 是我们要更多 以福所书 福所书说 他说你 来圣灵 你来光照我们的心 点亮我们的心 现在就让我们点亮我们里面的心 点亮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思想转向你 说啊 你来断在增强 你的同在 出摸我们的思想 出摸我们的心 我们里面 呼求 圣灵就是 将我们带入神的家的这位灵 来启示这位父亲 If we can have a few people come to the front 有几个人上来 为站在前面的人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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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and I'm loved by you,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it's who I am. And I worship the Father of lights, who blesses his sons, who blesses his daughters, who fight the good fight. I see a man at your right hand, who prays for me daily, my faith will not fail me, forever I'll worship the Father of lights. I see a man at your right hand, who prays for me daily, my faith will not fail me, forever I'll worship the Father of lights. I see a man at your right hand, who prays for me daily, my faith will not fail me, forever I'll worship the Father of lights. I see a man at your right hand, who prays for me daily, my faith will not fail me, forever I'll worship the Father of lights. I see a man at your right hand, who blesses his sons, who blesses his daughters, who fight the good fight. I see a man at your right hand, who prays for me daily, my faith will not fail me, forever I'll worship the Father of lights. it's a man by the way again even though I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of lights. what does it want do havent? oh Lord, you are my joy This is your Lord, you are my joy This is your Lord, you are my joy Lord, you are my joy Oh, I worship And I worship the Father of light Who blesses his sons Who blesses his daughters Who find the good fight Who see men at your right hand Who prays for me daily My faith will not fail me Forever I worship the Father of light Who blesses his sons Who blesses his daughters Who find the good fight Who see men at your right hand Who prays for me daily My faith will not fail me This is joy Lord, you are my joy Lord, you are my joy This is joy Lord, you are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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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 Because you're a good, good Father It's who you are It's who you are Lord, you are my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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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you are my joy